戴上安全帽登陆上线 早晨8点30分 在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的荣江县 外卖骑手包敦力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今年1月下旬 因受疫情影响 他打消了外出务工的念头 选择留在当地做外卖骑手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外卖骑手行业 但是包敦力还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每天不跑到40单不下班 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每天嘛 要达到40单以上 这样的话才是可以一个月能挣个5000左右 就是4000块钱乘着 然后5000还有一千 一千就会加油啊生活用品这些 骑上摩托车 穿梭在县城里的大街小巷 最忙的时候包敦力一次性可以接到七八单 中午的饭点往往是顾客下单最多的时候 为了把握好时机 包敦力买上一个馒头 在路边的骑手休息点 迅速吃完后上线接单 我吃馒头不是因为我 没钱去吃饭 是因为我想节约这个时间来跑单 然后就是吃馒头又能保持身材 然后又能跑单 一举两的多美好 是吧 利用送外卖的快速度来保持身材 这的确是包敦力爱美之心的所想 休息间隙补补装 精心搭配的衣物耳环手势 用包敦力的话来说 虽说骑车的时候会被大风刮得难受 但是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上时 始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 人打扮漂亮一点了 精神一点了 别人看起来也会 心情也会好一点嘛 如果你别人心情不好 你给别人送东西过去 然后又看着你一个 一个样子就是 穿得不整洁嘛 是吧 然后头发又弄得乱七八糟的 那样别人就觉得 心情是不是更不胜创了 截至四月二十八号 包敦力加入外卖骑手行业 已经整整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内 除了每天朝着定下的小目标奋斗外 包敦力还会留心观察 顾客的点单次数 以及锁点的物品 慢慢的 他发现了小县城里的生活之变 农江虽然是个小县城 但是我们农江人挺爱吃的 然后吃这方面嘛 也挺会吃的 以前的话 当然的话也有会有那些跑腿 但不会有这么多 然后现在生活好了 然后大家都在职业拿手机下一个单 然后一个电话 然后就开一下门 然后餐就到门外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国家政策好 然后能把我们从乡下移民到这里来 然后各方面补贴啊什么的 然后就生活质量变好了 然后就奔小康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 看着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的东西 就义不容辞的就拿下来了 如果是以前的话 在乡下就不会 然后就会好贵啊 就买不起 然后要想着柴米油盐这些的 包顿力个子虽小 但接单手速快 送餐速度快 通过自己的努力 28岁的她 已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 谈及未来的生活规划 包顿力坦言 要继继续忙碌赚钱 让生活变得更好 每一个女孩 她都会希望被宠着 被爱着 被呵护着嘛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能呵护女孩 跟宠着女孩的男的非常少 我就觉得我是相反的 那类人情 我就觉得我会去宠着这个男孩子 就是那种呵护着她的这种感觉 让她压力小一点 然后不要去太累了那种 本来是想合成那个大哥的女人嘛 然后结果变成了女人的大哥